根據統計 近四年來 臺北市行人交通死亡事故 大部分都是行人違規在先 而光是今年的一到八月 全部二十五件 行人違規 就多達了二十一件 又以闖紅燈為主要肇事原因 明明是綠燈 汽車駕駛 剛要通過路口 大馬路突然竄出行人 小跑步慌張通行 嚇著駕駛 煞車不及 發生碰撞 車輛呼嘯而過 民眾同樣無視行人耗置 紅燈過馬路 危險閃避一台台機車 但還是遭到撞擊 而行人穿越馬路 頻喘車禍事故 像這個秒數短短的 你從這邊 從到那邊 秒數都不夠 可能想要說搶快一下 對 誰都有可能會想要搶快一下就發生 對啊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警方統計台北市行人交通死亡事故 一百零七年二十八件中有十六件是行人違規 隔年二十七件也占了十六件 去年行人違規比例更大幅提高 二十三件就發生十八件 直到今年光是一到八月 全部二十五件 行人違規在先 多達二十一件 其中闖紅燈更是主要造勢原因 而警方則解釋 行人事故比例拉高的主因 可能是因為在疫情警戒期間 那車流量少 那行人可能在穿越道路的時候 就覺得比較沒有車 那等到恢復 疫情降級 車流量都增加的時候 行人可能本身的警覺性 還沒有恢復 警方提醒 雖然民眾過馬路 擁有優先路權 但違規闖紅燈不走行人 穿越道容易導致事故發生 跟同時要負擔部分造責 因此多一份留意 遵守耗制 避免行人事故一再上演 記者 傳訊 蔡新龍 台北報導